要去大陆或者从大陆回台湾都要特别的注意 现在大陆所爆发的人类感染H7N9的这个禽流感的案例呢 昨天是两死一重症 到今天又多了四例的重症 所以加起来一共有七个案例了 提醒大家吃这个鸡鸭鹅啊 一定要吃熟食哦 像什么白斩鸡啊 玫瑰油鸡啊 这些带骨带血的都要把它给煮熟 大陆禽流感疫情不断升级 楚上海已有两人死亡 安徽一人病危 在江苏也查出四例 由于感染患者都在不同区域 显示H7N9疫情已经扩散 但上海疾管局仍表示 目前没有发现感染者之间有任何关联 目前就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 还没有发现啊 他们之间有这个传播这个的情 这次的H7N9的这个情况 那么确实呢 从我们的这个居住地来看呢 是比较近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啊 一个一个一个事实 就是说这两例病例都是从事武人民医院来发现的 从目前死亡的两名案例中 其中87岁的老先生和他55岁的小儿子 一开始被认为是重症肺炎 大儿子则是肺部感染 最后老先生和小儿子死亡 但只有老先生被查出感染H7N9 而另一名住在同一区域的27岁男子 则是一名猪肉摊贩 引发外界联想是否和之前黄浦江漂浮大量死猪有关 但经检验结果并没有在死猪检体中发现H7N9病毒 因此又有人怀疑感染是汗之前长江流域大量鸭群死亡有关系 大陆面临SARS以来 另一感染病毒最严酷的挑战 而全球也密切关注 中天新闻最后报道